双手上靠头滴滴不发异语 遭到警方压上警车 这一男一女就是科技大厂 华硕的两名采购部职员 一名张姓经理 集成姓秘书 借由植物之便疑似勾结厂商 涉入采购弊案 遭警方一背信罪移送 剪剪一张张钞票认真清点 在嫌犯住宿搜索查获大量现金 藏了近一千多万 还有手机金融卡及美金等外币 这些通通都是证物 张姓采购经理从104年身上经理之后 五年当中利用不法手段 从中赚取庞大利益 公司内部调查发现 张姓经理及成姓秘书 利用指纹辨识模组还有4G网卡 初期以开模生产价格购入 后续厂商大量生产 价格却没调降 低买高卖从中赚取价差 警方追查发现 他们的户头不明 金流高达8000多万元 那权案一诈七背信等罪险 将张成两嫌移送 士林地方法院来继续侦办 华硕内部员工察觉交易不合常规 跟公司举报才东窗事发 华硕也立即发出声明 强调会配合检警调查 厘清真相 目前两人分比50万15万元交报 但是否还有高层涉案 警方持续扩大侦办当中 接着送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